像這一次我們大方法榜金剛的附魔 我不是加持了很多嗎? 請他們得到感應的回報 這次蒐集起來 要把它放在這個 屈信老生肅心懷 這本書裡面 會把它用文章 他們寫過來的文章都是奇蹟 大方法榜金剛 他們都是在網路上看的 覺得摸自己有病痛的地方 他感覺到一股熱流穿過前身 他都病就好了 我也是希望這樣 像我如果哪裡痛哪裡痛 哪裡怎麼樣子 希望一摸就好 我也掉了一顆牙齒 但是牙齒又把它連上去 黏了就好 我希望是這樣子 我以後掉了牙齒 大方法榜金剛 念一念就 一摸 又長出一顆牙齒 哈哈哈 欺信老生爭牙齒 他寫一篇文章 欺信老生爭牙齒 那个才是奇迹 七十几岁还会不会长牙齿 不太可能